各位觀眾早晨 來到我們7月5日港股連線的時候 先說一下環球狀況 歐洲股票全面低售 結束了四天的升勢 美國優勢 去到日本 日本也跌到過百點 平均指數收穫在15638點 來到港股這一邊 跌幅曾經在一度跌過200點 現在正在20921點 跌至138點 今天會怎樣部署呢 接下來的走勢我們會怎樣分析呢 我們請來我們的衍生工具 部主管陳家聰為我們分析下市況 是 機率早晨 昨天我們做節目的時候 都說21,100這個位置 就應該要殺 但未殺 最後都殺了 殺完之後再衝多一會 就看到都沒什麼力了 所以昨天我們也提過 擔心後徑未必足夠 可能有需要回徒 至於回徒去到多少呢 首先去到208先 208今早都見過附近了 暫時好像站穩了 但仍然都有其他人優 當然因為今早也有些 內地的數據出了 少少影響了 但也不是特別大影響 至於香港 今天正在來的時間 走勢 我覺得比較大 和上陣的走勢 的關係比較大 看見到上陣 剛剛上了3000點 樓上 反覆上去 但站不站穩 都會是一個下午的焦點 目前在低位 見到一個可能 他都會視乎上面的阻力 阻力大概在21,100附近 如果你說能上回去 再上去 其實最重要 就要升穿21,200這個位置 如果穿到這個位置 就可能這個調整都完了 就可以再下一個升浪 如果不是的話 你說再試20950這些位置 穿不到再又下回去的話 如果連這個20800點都穿上去的話 就怕可能要再試更低的位置 你說是不是會試下面那些呢 其實就看回外圍市況 都不是說沒機會的 尤其是這隻鷹磅呢 其實慢慢呢 就做了一個反彈之後 去到138之後 我們看到慢慢都壓下來的了 在1.32 1.33最近那個平台位 都穿上了 一就試到132 那怕他就會試到130以下 那這個 如果130以下呢 多多少少對環球的故事 又有少少震盪出現 那另外就要看回人民幣那個匯價呢 其實都有些機會呢 被提起他近日那個跌幅比較大 那個情況呢 都擔心那個 譬如內地的股市也好 或者國企那些股份呢 都有機會因為這個人民幣那個 那個貶值啊 而有一個這樣炒落的一個藉口 那所以就是 都是有少小心為常為好 那就暫時就沒有什麼特別好的 那些板塊可以先炒住 那 就是連近日比較強勢的內房股那些 都好像都有所 有所見頂的感覺 不然呢 現在都去回這個位 但是就 譬如688又是688 好像昨天25.5這些高位 但是 升降一穿呢 就要看回時尚 可以再上去啦 那如果再上去的話呢 那其實內房股都 還有一股限的 那應該就看回一些比較落後的股份 那譬如 尤其是華雲之地啊 109這些這樣的股份 可能會 走得慢一點點的 那都可以想一下的 那其他就 聽到節目那些都知道的 2717啊 813啊 這一堆都是落後一點點的股份來的 那看看會不會追回落後 如果市真的上 那個 688 內房股這些肯再突破的話 就可以再跟這些 那這些完了之後呢 如果真的再炒 就下一隻就到那些衰賴股了 那 那看看到時 有沒有機會再炒那些衰賴股了 明白 那觀眾都是 暫時小心謹慎為常 那多謝各位的分析 以上股份有沒有需要申補 沒有的 謝謝 好 那先觀光年先 明天同樣時間和大家見面